小曲 32岁来自黑龙江 是一名药厂的员工 女主人公小王 30岁 同样来自黑龙江 她的职业是保险售后 来 有请 他们的手上还是提着那口 彼此并不了解秘密的密码箱 两位愿意在今天这个现场 公布密码箱里的那个秘密吗 我愿意 我愿意 看这个短片里面 两位似乎是准备要结婚了 今天来是因为在结婚的道路上 碰到事了 是吧 对 碰到了怎样的事呢 我们两个是经朋友介绍的 香水一年多了 刚开始的时候呢 她对我非常非常的好 也很关心我 很体贴我 但是遇到后来之后 我发现我越来越看不明白她 有很多事她瞒着我 她工资收入很稳定 而且比我两三千块钱 我就发现她每个月都入不敷出 甚至说她管朋友要借钱 有的时候人家不好意思找她还 就来找我 爱于面子呢 我就替她还了一些 但后来越演越烈 那天跟我说 她说我银行欠了三万块钱 你看那个你帮我还一下子呗 完了之后呢 实际上我给你打借条 我说既然咱们两个是要奔结婚的目的去的 三万块钱倒无所谓的事 但是你要跟我说明这个钱是怎么花的 平时请客吃饭就花了 你请客吃饭需要花那么多吗 那我没笔账子要告诉你吗 那钱也还了 你得说一下去向吧 平时买上街买衣服 逛逛街 然后呢请客吃饭了就没了 正常花销 行可以 说得过去 那你说既然是你想跟我结婚 你怎么面对我的家人 你怎么对我父母的 我第一次去你家的时候 你父母怎么对我的呀 我要喝一瓶露露 你父母都不高兴 不会吧 第一次到我家去 吃饭的时候 我妈说你喝了什么呀 她说我想喝露露 我这本身不喝酒 我爱喝饮料 我那个屋里什么样的饮料都有 很多 那你说旧那箱是留着送礼的 那你说那么多饮料你都不喝 你就非得去盯那个露露吗 我就爱喝那个露露啊 行 最后是不是给你喝了 那也是心不甘情不愿打的 你总认为我妈看不上你 心不甘情不愿 那为什么我妈又给你买衣服 我第一次见面 你给了你那千块钱 对不对 最后你怎么做的 我妈妈住院了 五天 没露面 我给她打电话 她说的嗓子疼 发炎了 本来我就嗓子疼 感冒了吗 发伤 我要去的话 传染给阿姨吗 那你最起码你到医院里 你戴口罩 你去看一眼 你静个心 总可以吧 这些事行 我妈妈理解 那我想问一下 我大爷去世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来 我爸也住院了 因为他爸爸那时候 有一些老年病 在院里住院 我妈妈就说 尽量就麻烦他 露一面就可以 所以说前几天 更没用你去 我就告诉他 我说我们家 是七点钟发车 你那六点多钟的时候 到这来一趟 给老人鞠个宫 代表你有孝心 而且让亲戚朋友看一看 这是我女朋友 这是我未婚妻 结果呢 六点半了 我给他打电话 我还在医院呢 我说 那就是你六点半 打车的情况下 来也不敢趟了 我们不可能等你吧 你这是让我 怎么面对家里 那你大爷是大爷 我爸爸不是爸爸吗 他叔叔去世了 他爸爸告诉我 随意一千块钱 钱我不差 但是在我心里 我就不得劲 我随多少 是我的心意问题 你家给我 定这个价码 是什么意思 去了吗 去了 钱给了吗 你给了 事都做了 就别再说了 男人 我就觉得心里 就不得劲 就是你偷玩 平时给你吃饭 你就那么爱计较 那么算计 我不喜欢这样的 我觉得 我们挣钱 很不容易 所以说好钢 使在刀刃上 该花的钱 一分不差 不该花的钱 一分不花 你们俩如果说 这事都过了 不就过了吗 不就要结婚了 事后来后面 还有 他到我家的时候 我妈妈给了他一千块钱 我到他家去的时候 虽然说 他的父母对我 各方面来讲 不是说很满意 但是做的也还可以 做菜 做的什么都挺像样的 林总说 他妈妈给了我一张卡 说这次见面礼 我也很开心 回家跟我父母炫耀 我说你看看 他妈妈给了我一张卡 正好今天晚上 咱们家要去购物 那就拿这张购物卡去吧 等我们推大包小伙子 推的一车的东西 你刷卡 零 你这让我怎么 跟家里解释 这个钱是我花了 没跟你说 你就去买了 我也不知道你去买啊 你不跟我说 这让我怎么 面对我的家人 这些事 行 我都说过去了 对吧 我俩要结婚 我家里的意思就是 象征性的 给五万块钱彩礼 他家鲜少 但最后不也是给了吗 是 同意了 完之后定的是 我们家厨房 装修 他们家就买 冰箱彩电洗衣机 这些电器 我说咱俩什么时候 去选家店呢 告诉我 过两天吧 等过两天有打折 有促销 结果呢 打折过了 促销过了 特惠也过去了 我问他 我说 什么时候买啊 他告诉我 钱花了 我说这五万块钱 你怎么花的 这钱又去哪了 投资了 他说他把钱给朋友了 让朋友帮着炒股 我想请问 你买的哪只股票 涨了多少 跌了多少 这钱又去哪了 我跟你说你也不懂 反正我就把钱给朋友了 如果赚的话 大家就是一起分 赔了那就赔了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投资 你不知道这钱有用吗 我就希望你和咱俩结婚 过日子用啊 因为这个事呢 之后我觉得 别让我父母知道 就去找他妈妈了 他妈妈结果 没向着我说话 因为觉得自己姑娘有错 他妈妈怎么说的 你自己学吧 我妈站在我的角度想 因为毕竟女儿嫁你一回 人家有的赔了 十万二十万的呢 现在市场价都是 大专 是八万块钱 中专是六万块钱 本科是十万 你给我的五万块钱 你觉得多吗 你是大专是吧 对呀 少给三万是吧 这个彩礼 只是一个看到他了 完了我问他 这个怎么玩 他给我从头到尾 讲了一遍 旁边有人做那个机器 他告诉我 那个机器不好使 你要上那个机器 才好使 当天他手气很好 赢了很多的游戏币 他非常非常开心 但是我就很花魂 你说这些钱 你是不是用在这上面了 是你out了 游戏机器谁不会玩去了 你那么笨 你不会玩 你还赖别人吗 那你对那如主价贞 我感觉你去那这场客 那是你自己的想法 男生是因为这个事 觉得担忧了是吧 对 那人家也帮你还了 那三万块钱的 这个刷信用卡的钱 而且这个送了彩礼 送了五万块钱 也给了是吧 对呀 但是彩礼不知道哪去了 我想问他 这个彩礼哪去了 我不告诉你炒股了吗 对 现在怎么样 你解释也太笼统了 如果是两个人过日子 在一起的情况下 什么事是不是得做主 什么东西给我伤了 以后要结婚 真在一起过日子的话 我敢不敢跟你在一块过 我帮你问 我帮你问 别那么着急 怎么样 我压抑很久了 看出来了 看出来了 别着急嘛 那个现在吵得怎么样啊 反正就是赔了 我希望你坦诚不公道对我说 什么事不说的话 把钱都花了 怎么过日子 谁能养得起你 我们是要过日子 不是恋爱 不是在玩 不是在过家家 随便你吧 你爱结不结 我不想找一个老公 什么事都要跟我算计 然后我什么事都要向他汇报 最起码的那个信任都没有 那你觉得 未来你们俩结婚了 突然有一天 你们俩共同的存款上面 就少了五万块钱 你会问他这个钱去哪了吗 不会问 你真的不问 因为钱放在我这 啊 钱必须得放在我这 你觉得你管得好钱吗 可以啊 好 我的问题就这么多 接下来的时间 留给我们四位老师 一起进入 丘比特分见 从二位的对话当中 我既没有听到 恩爱的回忆 也没有听到 感情的温存 只听到一个字 钱 女孩 你支配的那些 两个人共同的钱 为什么不能让她知道 对方的母亲生病了 为什么你居然能够不出现 我觉得连普通朋友 可能都不够 你真的要做好 跟这个男士步入婚姻了吗 肯定是没有 你不够坦诚 我们不知道你在隐瞒着什么 但这种隐瞒 至少表露出 你根本就不够爱的 爱一个人 不仅要融入他的生活 让他融入自己生活 同时 还有另外一个融 就是包容 真是给足你八万 甚至于十八万 能换来你 你没满能婚姻吗 换来的只有他的猜疑 你们俩在一起 不像谈恋爱 再谈一笔交易 一个漫天要价 一个坐地还钱 你们俩实在算计 我的支出 值不值 我能得到多少 我支出 到底知道哪里去了 你是赚了还是赔了 你得让我清楚 如果在做生意上 一点也不过分 这叫投资跟回报 但是在爱情方面 你们表现的 一点连爱的 那丝痕迹都没有 所以我给你们俩的建议是 首先先不要去 现在就谈婚论嫁 先做到一点 我愿意为对方 无偿的花钱 同时 我舍不得 花对方的钱 只要你们俩 能做到 像我说这一点 可能还能考虑 感情是否能继续下去 这女孩啊 我观察了一下她 面容较好 身材也不错 个性挺骄傲 这日子过着累不累呀 这日子怎么过呀 我们过日子 两人相亲相爱 这是钱的事吗 这是感情的事啊 这位姑娘 简直我说 说一句话不好听 你太霸道了 你眼里根本就没有 你这个朋友 你可以说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把钱花得 糊里糊涂 你都不告诉男人 男人家里死人了 你都不去一趟 这没有道理 这个 怎么就是一头热的 我还庆幸 听你说这个 我庆幸 大专多少钱 大本多少钱 我爱人大本 一分钱都没要我 我真庆幸啊 那日我才挣55块钱 他找我要 我哪给他去呀 这是人嘛 这男人慢 这男人 你自己也不尊重 是吧 当成了商品了 我真是我特别难过 我跟我爱人 在没结婚的时候 我送他一块围巾 他都不敢要 他说什么 我还没跟你结婚呢 我妈妈说了 不能随便要你东西 一直结了婚之后 他才带上 就是那只 那个好传统 怎么现在就没有了 我真难过 小伙子 你好好 你考虑考虑吧 其实花钱也没什么 是吧 只要有钱愿意花也可以 关键是得让我高兴 我要是花了钱 面对的还是这么一张脸 我干嘛要花钱呢 退一万步说 礼金该不该要 该要 养个女儿确实不容易 是吧 一把屎一把尿 但不能论精算 母亲对于自己的情义和养育 是难以用金钱来衡量的 姑娘你认为对不对 好 礼金要了 有一样东西 我们也得要 脸 树活一张皮 人活一张脸 脸怎么样 要就是尊重别人 因为你尊重别人 别人就会尊重你 礼金也要了 脸也让你给要了 得拿点东西出来了 礼上往来嘛 既然说传统 是吧 推一万步来说 不能你让别人遵守传统 你不遵守传统 对吧 所以你得给 给什么 第一给陪价 既然礼金代表的是诚意 陪价应该也是代表诚意吧 姑娘 陪价不说 一定要一模一样 基本上得对等嘛 你说往来呀 对不对 你买房子我装修 或者是我买辆车等等 都可以呀 我听说好像是 就给了两锅是吧 拿了几个锅和背啥的 不说别的 哪怕是你不买家电 装修 就即便不装修去盯着 出出力也可以 我听说连力都没出 就整个装修期间没人见 所以你不能够指尽不出啊 那是批修啊 好 赔价给了 还得给什么 就你要了脸 你还得给别人脸 这种脸有的时候是一种情 就好比说 别人大爷去世了 你不来 别人妈妈生病了 你不来 你大爷去世了 你得明码标价 让别人回忆 签的脸 这是什么道理呢 凭什么别人给你脸 你不给别人脸呢 所以说我就是一句话 至少得你来我往 不要到最后 别人说你重财不重情 这人活着就没什么人味呢 就这样 我特别想问女生一句 大概你的本意不应该是这样的吧 你也没想把自己当商品吧 是吧 那你能够非常直白地告诉我说 你是因为爱她要嫁给她 还是像有些人说的 岁数到了 有人想娶我 当然是喜欢她才嫁给她 是喜欢还是爱 爱 好 你发自内心地爱这个女生吗 爱 当地习俗是有彩礼的 对吧 对 这五万块钱还是八万块钱 你跟她商量过吗 商量过 我说我们家 一直给五万块钱彩礼 刚开始她家嫌少 我就跟她说了 还得装修房子 各方面的花销 那就说明她还比较通情达理 是 如果她一点不通情达理 我也不可能 对啊 那怎么刚才你把她说的一文不值了呢 有些事都办得确实还是生气 要这些事说起来的话 难免有点恼火 我说句实话 有因就有果 因为有那样惯着的人 就会出现今天这么一大小姐 互相检讨一下 想一想吧 到底要不要在一起 还爱不爱对方 爱的是什么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今天来到这里呢 我只想端正你一个态度 我只是希望你能改掉一些不好的 跟我继续牵手走下去 但是如果改变不了这一切的话 小牛的瓜也不甜 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回头 如果我不喜欢你的话 我就不会来到这里 但是今天我没想到 我在你心里是那个样子 真的很让我失望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 今天闹到今天这种地步 也不是我所想象的 行了 把箱子换一下吧 看看这个箱子里的秘密 能不能改变一些什么 去吧 小伙子 你们先站那儿吧 原本是可以下去 但是我真有一个问题 必须把它问清楚 如果今天分手了 姑娘会把那五万块钱的彩礼 退给这小伙子吗